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最近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讨论区里面的一个post 就说有一个男人他就来到了英国 他开始的时间资金都不是很充裕的 他就用了紧余的几千磅积速买了一架车 买完车之后他连买保险的钱都不够 结果就要在唐人街那里就随便找一份part time做那几天 之后才够钱去买完那个印梳 但是他说他的生活就是他之后就有人介绍 就去做一些工变成长工 慢慢生活就好起来了 就是叫稳定一点 来了一段日子一开始就慢慢计算了 其中里面他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说不要听那些KOL说 就说不要住在一些香港人多的地方 远离他们疏远香港人自己做自己就行了 他讲完一个故事是他比较黎智一点 就是他有一个不是很多积蓄到变成可以稳定地在英国 就是叫站得住脚这样的故事 但是他其中一个劝解就是说 觉得香港人就应该如果自己喜欢舒服的话 都应该要困回香港人 那就不要听别人说你来到英国就不要困香港人了 完全跟他们疏远了 那我今天就想就着他这一件事讨论一下 究竟住在香港人村或者是身边经常一大堆香港人在英国生活的话 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不好的事呢? 那我们就想从好的不好的都会讲一下分析一下 就是有利也都有弊 一件事没有完美的嘛 那所以我们首先就从优点的讲起先 住在香港人村或者你的社区附近很大量香港人的 那好处在哪里呢? 第一就是我觉得对于初到步的人士呢 某程度上是有一个好处在那里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试过很多次 就是在一些香港人村里有些人放租 那然后有些租客入住了 那我们去做check-in的嘛 那真的他们会有很多很热心的 有些香港人会 是直接走过来 就是八卦又好怎样去看看 那有香港人来了 那可能他就认识本身的业主 又或者认识旁边屋旁边屋又走出来 那就变成了围埋有几个人在那里聊天了 那然后呢 新来的那个租客 譬如他可能是都想和邻居打下关系 那就会和他们寒圈几句 那然后呢 就很自然地 就会整班人在那里聊天 哎呀 你来了多久啊? 我从哪里来啊? 我有个儿子啊? 那就开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觉得这样挺温暖的 不是 你首先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刚来英国的香港人呢 你以为会定一点点的 就是起码第一 不要这么怯 第一样东西就是 起码我知道旁边屋呢 你不要理他又不友善先 起码溝通到的 就是你知道你说的那句话呢 是表达到你的意思的嘛 是 你可以完全地用回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到一样东西的 是啊 那这个第一啦 是啊 第二就是 如果 in case 你有些什么是真的不懂的 譬如很简单的 你一入一间屋那里 有时真的连开门锁门都会有困难的 通常我都会教他们 你怎样做才要锁门 基本的那些我会教他们 那些 但是你一来到 你想想你搭了十几十个钟下飞机 你不记得的嘛 是啊 你一谈到说有鬼记得咩 是啊 他不停怎么说 但是吸收了多少呢 那是没人知道的 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 那你一下子 我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时间 那你也有个人问的 我觉得就算旁边屋怎样 怎样不友善都好 那你问他的简单问题 照理都会回答你的 就是走过 譬如没什么的 譬如你打开车房门 然后死了 你怎么锁的呢 那你就动了在那里 五分钟 那你旁边 如果你香港人村 就一定有一两个经过 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这个是怎样锁 哦 这样 那你即刻就可以得到解决 譬如很多时候 什么呢 垃圾桶 今个星期倒哪个 是啊 最多问的 第一件事 我究竟齐齐垃圾桶了 是不是 第二件事 今个星期究竟什么时候倒垃圾 还有倒哪样垃圾 有时候他远要问这件事 都不知道 他根本都不知道 原来倒垃圾是分隔个星期的 可能 所以有很多基本的知识 如果你在香港人村那里 你会容易快速吸收很多 譬如你那些什么 Council Tax 水电煤 Katequat 关于这家屋的东西 那基本上你住在你周围的人 其实全部都一定经历过了 所以和他们的Schedule 或者他们用的公司 都是属于你那个区的 所以你会很快地可以知道 你那个区 用哪间公司 如何申请是最好 最方便 最Efficient 这些你在网上都未必会得到的资讯 就是因为 我就算说给你听 这间公司可能值得用些 那间公司怎么怎么 大家去告诉你 不是的 你不要听松仔有废话 我们这些区 这间公司收得特别好的 这间公司的package是特别便宜的 这间公司是特别快的 那这些我真的没有办法会知道 我只能够overall 说我自己的经验是怎样的 但我的经验是代表不到每一个区域的 所以在 刚刚来到 一落地 要快速地去完成处理这些 那么头痛的问题的话 你住在香港人村的情况 是会比较Efficient 就是你撞板的机会也会小 第二就是 我觉得在防导方面 也都有一个安全性在 就是譬如 我已经听过很多了 譬如在曼城的也有 在Telford的也有 在Nottingham也有 大部分的这些 就是香港人集中住的区域 他们自己都有一些WhatsApp group 那自己的WhatsApp group 里面就会把所有的香港人 全部加下去的 很多时候呢 这些的香港人村呢 都会有一两个 就是一两个街坊 是特别积极去联 村长 是的 联谊一些朋友 联谊一些鄰居 就是 就是专称他为村长 那村长呢 就通常都会统筹回 我们这家屋呢 就是哪个住的 那家屋是哪个住的 那大家会有一堆的资料在那裏 那就进了我去的group那裏 当然你平时可能有些什么问题 你就好像平时WhatsApp group那样问 有没有人回答你 我不知道 那但是通常一遇到防盗方面的问题 我就相信10个有10个都一定会加入 还有10个有10个都会有踊跃反应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明白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不参与 那下次你就没有人救了 这个你需要明白 所以 其实大家contribute那件事 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就好像你买一只股票那样 大家都是股东 大家都是持份者 那好处是什么就是 当那个地方有些什么动静 或者是有些什么可疑人 出入有些可疑的车辆 做一些古怪的行为 那其实就全部其他人都会知道 那还有你group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人 是不只是接收里面的信息 是会去到其他的group 可能一些本地人的group 或者一些鄰居互助的地方 或者一些外国的forum 都会看到某一些资讯 他甚至说关于自己这个地方 或者一些local news里面说的 他都会share进去这些group 那对大家提高警觉性是有帮助的 还有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够不幸 就真的被人爆了 或者是出过市 那大家会知道怎样防范 就是会紧密一点的 我觉得会比跟英国本地人有些分辨 因为香港人是比较害怕一些 就是在这方面是怕青少少 英国人就不是 英国人你告诉他 你看看附近有个海人 他说我等我去立军去勾他 是呀很多人冲出去的 很多自认为是脆弱那些 就立刻有一些鞋都不穿 就跑出去 都会有的 香港人就少一点的 我就不会太相信 会有香港人赤着脚 就这样手无寸铁 就走出去追着那个责 难一点 因为命仔紧要嘛 就是我们都是比较石身一点 说真的 所以大家的警惕性会很高 一有小小蛛丝马迹 立刻就会在那个群组那里 曝光所有人 那你在防导方面 整个区的意识呢 就可以提高了 第三呢 我觉得就在购物方面 会有方便的 那他们可能有一个有车 有两个有车 可以车上其他老人家 就会神运的 你 instead of去喝早茶 你就去买早菜 是不是 是的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cafe 那里喝杯茶 都可能会的 那但是 就可以 一帮老友记 可能你负责在家里 就是负责看孙 那孙子就回学了 那两个年轻人 就出去打工了 那剩下老人家 就没东西做的嘛 我其实曾经都见过很多的 在香港呢 你不是一些屋邨里面 就会那些老人家 会在海皮那里散步啊 在家里那些 附近的商场走走走 英国就比较少的嘛 那其实都有一些惨的 就是可能那些老人家 就在屋苑那里散步了 你会见到那几个老人家 到处走来走去 其实都在屋苑范围里面 但是又没什么看 那可能又有些风啊 就是比较冻啊 有些下雨啊 那就 就变成没有一个日常可以做到的活动 如果那个香港人村 就是大家关系好的 那那些老人家 可能围在一起 一起 不要说开车 一起搭巴士出去 一起搭火车出去 那其实都 起码安全一些 你不要说开不开心 起码安全一些 有照应 有什么东瓜豆腐 有个摸亲啊 或者有些头云生气啊 坐下 都会有个人可以帮手 打电话叫家人 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有个照应在的 还有他们出去买菜的话 会方便一些 可能定期一个礼拜啊 有一个人会 负责车三四个人出去买东西的 那大家一起 回来又分了去 那大家评分回车费这样 那对大家来说 都有好处的 那另外尤其是呢 就是香港人喜欢团购啊 是啊 团购牛扒啊 团购薩米啊 团购桥鱼啊 团购龙虾啊 什么都可以团购嘛 是啊 甚至乎是团购一些海外的东西 是啊 譬如你看到不知道什么摩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 有些什么买啊 送过来啊 又或者呢 有些很麻烦的 你自己买不到的 例如是什么呢 譬如那些按摩椅 你很难一个人 就一个商装一张按摩椅 那但是 如果你在香港人村 有十家人都有这个需求的 那十 就是这个运费 就是这么说 一个季 你一个季 十张按摩椅 你的运费除了十份啊 是 那是不是值得很多呢 是 就是变成了一条数 就是由你afford不起 就变成你要咬牙关 可以afford不起 那样 我觉得不是啦 应该是好像去Costco那样 你知道它每样东西都很大 是啊 也有的 那你又想吃啊 那就可以一起买 一起分 譬如那些牛角包 我一下子要买30只花 我干什么鬼东西才行 你吃不到这么多的嘛 那不是的 有五家人都要的 每人只要三四只的 那你买一盒 就大家分了它 是吧 既有得吃的 是啦 这些就是完全是 就是帮到人 又帮到自己 是win-win situation的 那这些就真的是 你香港人村 就是才会有的一些福利 因为你和英国人 其实难一点的 因为 大家口味不同的嘛 可能他可以拍到 30只牛角包 他说我不用的 我不用跟你分 我二百两盒 我一天就已经吃了30只 那你没理由 跟隔离屋的那个 英国人 喂 给三只我 不呀 日本拖罗 你有没有想法 我不吃生的 就是 是不是可以煎来吃 那不是用不用的 有问题 大家的饮食文化不同 就是他问 你不可以煎来吃 我煎来吃 我又不用吃那么贵 还有他又不多吃鱼 我吃的鱼呢 是放在油缸那里炸的 那如果是油缸那里炸 炸拖罗 就是炸那些才叫我买 那你不对就是不对的 你没得选择 所以就 你和英国人住的话 你就会不能 很难做到这些东西的 好了 到小孩了 小孩也有一个优势的 就是呢 父母呢 不一定要天天送上学放学 哦 有校班 是啊 哪个家里有Alfred的那个呢 你记住送多些三文鱼给他吃 知道吗 哪个家里有两家Well-Fi的那个呢 是不是 天天过去虚寒民暖 因为 他可以坐很多人 而且那些小孩 他都要花学的 是啊 他是不是都要拿的 那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老讽 老讽是 老讽是最黑人争的 OK 就是有来有往 这个世界 记住个重点 要有来有往 那就是有时候是你的 有时候是我的 那方便很多 有时候你真的可能忙的 急的 你做不到的 那有个 可以我帮你顶一顶 又或者是 他们一车回去的 定好了 你一三五我二四六 那样 那大家都有教好份 大家都定时定是 可以有一天是不用送回 一两天不用送回 甚至乎大过一些的 有些村子 我知道呢 就很近些学校 嗯 那就是他们自己走上学 就自己走上学 是 我个朋友呢 那儿子呢 只有十一二岁呢 我有时候下午去他家 聊一下 吃一下 他说 你不用接放学的吗 他说 不用的 他自己走上去的 我很放肆的 我完全不理他 那这些又真的是 你在 你跟外国人难 不是不行的 难做到 就是难 achieve到 这一样东西 还有你未必放心 你怎知道 你怎知道 那朋友带了他去哪里 那你香港人 和香港人的小弟哥 其实就 就是教为少 会十几岁去吸毒啊 或者是去学坏 就是加入一些gangster 那些就真的少的 是 始终香港人的家庭管教 都是比较严格一些的 那所以我觉得 在小孩子 上学放学 是有一个好处 还有他们可以 就是在一个村里面 可能去不同人家里玩 在那儿穿梭 在那儿穿梭 大家一起打下机 一起吃下东西 去那边吃饭 是啊 可以学习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最开心的就是 你有个盘 比如来到那么门 可能晚上 久不久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大家一起烧一下食 打下边炉 买了一些好东西 开大食会 过年过节 吃一下团年饭 中秋上下鱼 那就是 令到你没那么孤单 在你的生活 就是有人跟你一起走 那其实就 很多香港人 都很渴望这种生活的 我都明白的 但是呢 就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 有时也都会事与愿违 另外正所谓 远亲不如近伦 就是近伦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远水是救不了你近伙 你有些什么东瓜豆腐笑起 比如 或者你去了旅行 回到香港什么都好 那你家屋可能丢空一排的 那如果你有个 有个亲戚 就是有个鄰居 在旁边熟的 那我会帮你看一看 那间屋 那样东西 那你都会放心很多 就是at least 你不要说他爆隔的话 他会赤脚拿棍子去咬他 你不要expect这些东西 他帮你报警都好 是啊 他帮你报警 告诉你家屋的状况 拍两张照给你看 那其实已经帮你很大忙的了 at least 你知道的situation 你要不要回来 你都要看了situation 你才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期望太多 但是 基本的我觉得 如果关系好的 就是关系好的话 是可以achieve到这些东西的 那对于你的生活的质素的保障 其实是大了的 而且就是大家邻居的话 就是有些什么问题要处理 譬如有时候我听过 就是有些人 他的车突然间在路上 就雪地 是卡住了 动不了 就在村口附近而已 那整班村民呢 就走去帮他 就是解围帮车 很开心 是的 就是这些情况 有时候你真的急需要用到 用到人帮忙的时间 那你有 那当然一定会大 没有的好的 就是你起码有解决问题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独家村 一个人和一帮不懂的英国人 那就算可能你朋友 有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就是和英国人来 始终 大家刚刚来 来了几年 未必真的太熟悉对方 无论你的心情 你是想和他融入也好 不想和他融入也好 你都可能会遇到一些语言上 或者沟通上的障碍 而你expect不到的 或者是一些緊急的situation 或者一些复杂的问题 你有时候很难解释给他听 所以我觉得有香港人围住 其中这些地方是会有一些优势和好处的 有好处就当然是有不好处的了 所以现在以下来就要讲一些 如果很多香港人一起住的地方 的缺点在哪里 第一样就是 关于你处理你的邻居关系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需要明白 香港人在香港的居住的习惯 就和在英国居住的习惯是很不同的 你搬进去一间新屋在香港 一般都是flat 那可能有少数的住村屋 我不知道 我就没有住过村屋的在香港 一般就住flat 那你住flat 你是很少会和旁边的屋那些 全部打了招呼 整层关系的 可能公屋那些会 或者是以前那些 那些什么村 什么村 那些什么兽贸萍那些 那些那些公屋村里面 就很多人一起那些小朋友玩那些 会有的 有时候看电影都会看到 没住过 是啊 但是你 譬如你私人屋院 又或者一些居屋那些 一座座 然后大家一梯里面 有四伙有八伙 大家就 就是比较陌生一些 就是come and go 你今次进来住 我也不知道你住多久 可能几个月后 几年之后又不见了 又换第二个 没有那么好心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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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build up 那个关系 是 还有大家就没有那么多 需要去问人的 是啊 就是你不会进去那间屋里 敲门 我想问一下 管理费是怎样交的 你不会的 是吧 就是你倒垃圾是什么时候 走出去门口 去垃圾房 走火通道那里 打开门 你看到垃圾房 就扔进去吧 就是你是这样的 你知道要做些什么 你以为你是自长的 垃圾房 你进去那间屋那里 你只会问个装修师傅 那屋墙是否可以打的 是啊 鑽石型 我要打到变正方型 就是你只会这样 旁边屋对你最大的投诉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吵啊 你装修完没有 我转转 我头都弄了 就是很冷冰冰的 在香港就 不是说你特别不酷 不想跟别人社交 而是你觉得 没有社交的必要 是 因为你上班又对着一堆人 你放了工 对着朋友有一堆人 亲戚有一堆人 你的同学 家长有一堆人 你的应酬的人 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想静下了 不需要有邻居 是最好没有的 全层我住了就最爽了 是吧 基本的situation不一样 是 所以就不能够将香港那一套 直接拖进来这里 是 但是你搬进来 你就要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马上由香港的模式 就变成英国的模式 是 就是变成很热情啊 互相帮助 互相体谅 这些不一定个个人有的 可能他本身就习惯了那个模式 或者他的性格是这样的 是的 我不是太喜欢和人社交的 我喜欢自己顾自己的 我喜欢河水不犯井水的 你不要搞我 我不要搞你 嗯 或者有些自私的 我搞你 你搞我不行 都有的 大家住了这么久 一定会遇过这些事情 不出奇 那你就会变成 你进去一个地方 你完全不知道 他们是怎样的状态 是的 所以就 是不是旁边的一定是很好呢 对你帮助 帮忙 或者你去热情对待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这样对你呢 嗯 你就要面对这一件事了 因为 这个呢 就跟你参加康泰旅行团 有很大分别 旅行团就见十日八日 是的 或者你去参加宿营也好 Ocamp也好 甚至乎你坐一只游轮 玩去一头半个月也好 隔离房那个 或者那个团友 你都顶了 都是对一个短的时间 有期限的 有期限的 是的 但是你租屋 你小极都半年至一年的嘛 是 如果你买屋的就更麻烦 是吧 我买了在那裏 左边和右边都不合的 那怎么办呢 是 那就会引起很多的争执了 就是这个就会是 你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预先知道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 是去了一个 很热情的村落 跟你很合的 跟你很合的 还是去一个很不合的 个个都瞄着你的 或者是 对你不闻不问的 态度很冷漠的 究竟你去哪里 完全没有一个概念在 那曾经我听过很多次呢 一个很common的现象 会是什么呢 就是通常 一去到 那你三不识七的时候 和你人生路不熟 那大家对方 真的会比较是客气 有礼貌 也可能会热情的又热情 冷漠的又冷漠 那你都 你都顾不到那么多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对方 是吧 慢慢熟练了之后呢 那你就可能会 找到一班 你觉得是 聊得一起和道合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出事呢 就是这些位 就是呢 可能有不小心 在某一个situation的情况下 就某一个邻居 就和某一个邻居呢 互相又不知 怎样得罪了对方 是 就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的 被得罪那个 就觉得你得罪他 但是得罪他那个呢 就不知自己得罪了些什么 整个情况呢 就好像将办公室的situation呢 就搬了去香港人村那里 就是你被迫就一定要天天对着 但是大家对着的时间呢 就有一些心病 你不妥我 我不妥你 但是可能有时候 那个人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啊 到可能知道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又 可能很热情 变到很冷淡 那你心里面 就有个很大的落叉 哇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会很不开心 可能有些会和他对责 有些可能选择冷处理 但是大家心中 一定会有一些伤痕 有一些刺在那里 那你就解决不了 你想想你去上班 你真的受不了的 你都可以辞工找个份 是啊 但是你买了一层楼 你要搬屋 搬屋不是只是钱的问题 搬屋是 你因为还有location的问题 还有你的子女正在上学的问题 还有可能 你想搬 但是你其他家人不想搬 上班就只是你上班 我没有听过人带父母上班 如果有的 你可以告诉我 我不知道 新的现代就是这样 我听过有父母帮子女辞职 但我没有听过父母帮手上班 你听过父母帮子女辞职 有啊 有一个PM跟我说 他听过父母带电话去公司辞职 这个我也听过 有一个更夸张的说 他是在Facebook那里辞职的 蛤 那个网友跟我说 他在公司聘请过一个年轻人 有一天没上班 他就打电话去问他 你为什么不上班 你几天没上班 我辞职了 哪有辞职啊 我不是在IG和Facebook那里说了 我不做了 什么自己的post 是啊 即不是公司的post 是自己的post 在自己的IG和Facebook那里说 他自我中心都挺强的 公司会在他自己的Facebook 这个扯远了一点 OK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上班都是一个人上班的事 是啊 你全家班就是全家人的事 或者个儿子玩得很开心 对吧 老公聊得好 老爷奶奶可能跟那班老友记很熟 是 那就变得很痛苦 变成了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呢 就会是一个 都挺难拆的一个situation 第三呢 就是私隐的问题 如果跟英国本地人的话 就是你会在街上寒圈几句 或者带狗散步 有空在外面聊几句 都会有的 都很常见 但是呢 很多时候香港人的村 就是很多香港人聚居的地方 就大家 有很多人都没有东西做的 就是因为 不是说他不想找东西做 或者是大把钱 而是老人家 通常可能在家做家务 或者是享福 或者是看孙子 那一般就留在家 是啊 是啊 主婦也是 因为一定是一个人出去 at least一个人出去 賺钱的 那另外一个子 要看着家 这里不同香港 就是那个弟弟 不可以自己回学放学 很多时候都不行的 那就变了 变了很多人呢 就大量的时间 就留在家 嗯 那然后呢 就每一家人的动静 他都很清楚 那变了 就是你 你走回家 又会被人知道 你走出来又被人知道 你站在门口 骂两句 又会被人知道 是啊 然后那些事呢 就可能被人听到呢 就会羊出去了 是 就不知怎样 是啊 不知怎样 突然间旁边的层层 就是问你 哎呀你没事嘛 我听人家说 你昨晚跟你老公 在家门口那里 拔草啊 是啊 跟着拔到打架啊 就是我不知道 做个故事 那 就是又会觉得 有些被人侵犯私隱的感觉 有人会 是啊 而且你说会不敢 说话那么大声 你在花圆里说话 都可能在旁边会听到的 是啊 这个不出奇啊 那还有也会 之前也发生过很多次 就是 怕防盗的问题 装盏灯 撐住了个花圆 是啊 撐开了那盏灯 那怎么知道 他对面那个呢 又是香港人来的 嗯 那对面那个就日逼日逼 被他撐 撐了几个月就顶不住了 他又装盏灯 又撐回对方 那又撐回对方 冤冤相残何时了呢 那有些因缘就这样积了 有些因缘就这样积了 有些因缘就这样积了 那就是 你需要明白我防盗呢 你就这样开着灯是防不到盗的 因为你只会令到我查看得更加清楚 就这样积了 噢 门在这里 噢 原来呢 这里放了个单车 OK 明白 我下次会知道 没有人的时候来偷的了 那所以 你撐开一盏灯是没什么用的 那但是这个情况 就是你缺乏了私隐 是 就是你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其他人都会知道 是 或者有时你 带了一些朋友来 或者做一些事情 你是真的不想让人知道 是吧 那但是怎么知道 他又说了出去 又被人发现了又说了出去 嗯 那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situation 我听过一个故事呢 就是有一条香港人村 那就有一个 其中一个呢 就很热心帮助那些邻居街坊的 是 那有一天呢 他就在帮着另外一个 未来英国的朋友 就是买了一间屋 他就在那间屋里面呢 就在做着一些事情 就在那一间屋的范围做着一些事情 刚好呢 就听到 有隔壁的邻居呢 就在说着他坏话 是 那他就很生气了 是 就是 那几个邻居呢 就自己在那里吹水的 就没有想过旁边有人的 是 但是那个人就被那个人听到 是 那那个人就着了 哇 我仆心仆命为你们 你竟然这样对我 是 有些恩怨就是这样来的 嗯 那你跟英国本地人相处 你很少这个 situation 嘛 首先他听不明白我说什么 是吧 很直到很坦白 他听不明白我说什么 第二就是 不会做那么多咯 就是你会有一些street party 或者大家 互相给一些蛋糕糕点那些 但是你不会熟到是 就是会想说他是非啊 或者是 就是他有些什么动静 你都很留意啊 除了英国有些 有些老人家有空的会的 会留意你 都很烦的 都很烦的 但是 那但是呢 因为你本地人呢 就是 他未必一定会出现在 你其他的圈子 是 但是你香港人就不同了 香港人你可能 你去一个香港人的party 你又会见到 你接放学 那些家长也是他们 又会见到 就是你会在不同场合 我吃东西的地方又见到 是的 那就变了 可能你的私隐 会在不同的social group里面 都一起出现 是 那对你那个私人生活的影响呢 就会比较大了 你鄰居的话 就是普通本地鄰居的话 他不会 涉及到你 你自己的私人朋友圈子 不会涉及到你去 去一些聚会啊 或者一些朋友的party啊 各样东西 他很少会去参与你其他生活的东西 鄰居就是鄰居 是的 但是香港人的圈子会嘛 因为你始终都是 那个族群是小的嘛 是的 那你去年宵又见到他 是吧 你去开party 你又见到他 你去吃饭你又见到他 那就会变得很尴尬了 那还有一个是资源争夺的问题 那是怎样呢 因为通常香港人村的香港人 嗯 那他就会 因为你知道香港人的啦 通常都会一窝蜂做一样东西嘛 譬如大家都知道 是那间学校好的 大家都住在那个区的 嗯 那就变成了大家都是欠入那间学校 哦 那欠不到的话 那就会觉得是被人家 抢了自己的资源 因为如果不是有那么多香港人 就是我那个一定入到啦 那这个 人之上情的 是 但是没有说对与错的 说真的 你有权利就有义务 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 那你譬如 那间 Audi突然间 有和牛卖的 哦 是吧 那你不是香港人村呢 你就可以买到的 香港人村你会发现 那你怎么经常都买不到呢 那我这一块都买不到啊 是呀 可能在香港 不是的 它本身是少的 本身是少一点的 那所以就会变成 很多时候有些资源 是就是 特别吸引香港人的话 那那些资源呢 就会特别短缺了 是 那从此就可能会 有机会 因为这样而 积了一些怨在那裏 那就不知道啦 就是有多深就不肯定啦 最后一个呢 也是 家长最恐惧的 就是可能会有 香港人欺凌香港人的情况 是 那这个不是没有的 很坦白说我听过不少 就是都有几单我听过 那有小朋友欺 小朋友有啦 大人欺回大人也都有的 那当然在被欺的那个 就觉得是被人欺啦 是啊 大欺人那个 也都未必觉得自己欺的人 你需要明白 那个situation是 每个人做的东西 都是觉得是对的 松妈经常都提醒我一件事的 每个人做那样东西的时间 他都是认为自己正确才做的 他不会自己觉得 他觉得错明知 觉得是错的 他都照做那样东西 他不会的 他怎样都会找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的 是啊 那所以就变了 你有时会是出现一些situation就是 有些小朋友可能真的玩不完的 可能几个欺负一个 那我都见过网上 有些人写了一些长文出来 就是哭了 这样讲啦 可能捉个儿子 去别人家里 喂他这样这样对我儿子喔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呢 怎么知道那个妈妈就不觉得那个儿子有错的 那又跟那个妈妈又吵了 那我妈妈就很伤心了 为什么你的儿子你这样俗容他 我还怎么样继续在这里住呢 我还怎么样和他回同一间学校呢 这样 又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这些东西也是你 当初来之前你很难预计到的 是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那把尺都不同啦 对人的代人接物的模式也都不同啦 那不一定是小朋友啊 大人都会有这些situation 可能有些成年人 突然间有一天不知为什么 就开始就被人杯葛了 啊 为什么吃饭又不预计我啊 出去玩又没我份啊 那就开始有些疑惑啦 跟着又对责啦 跟着他又不说 大人就会 香港人会这样的嘛 就是我和你当面对责 你当然是假扮没事的啦 是啊 然后就周围和其他的三姑六婆讲嘛 跟着你就从其他的三姑六婆口中 就知道一件事 但是究竟那个描述的准确程度有多高呢 你又不知道啊 是啊 那就变了那个误会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那就可能去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是你会expect在香港人村 是会特别多这类型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因为你开头当初进去的时间 你是满心期待期望的那个地方 大家都很融洽的 就是大家都会你帮一下我 我帮一下你有危难 大家冲出来拿着支棍对抗外敌 但是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有时是 就是不是你期望这样发生呢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你这个失望和你的伤心的程度 就会大过你和一个英国本地人去住 因为你去一个全本地人的社区 你不会对他expect这么多东西 你不会期望啊 是啊 你不会期望 我去问那个邻居 我说很热心地帮你 他热心是extra的 他不热心你也觉得是意料中事 大家可能始终你文化是有一个差距的时间 你都不会一开始就会很热情地跟他沟通 你都要一些时间去认识对方 去了解一下 究竟人家的杂性是怎样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 圣诞节要送些什么给邻居啊 入了火之后去写卡啊 送朱古力要怎样写啊 怎样送啊 就是大家很着重那个formality 因为你不认识他们的文化 所以你很着重那个formality 所以大家那个交際的关系呢 不会一下就跌到一个 你原本不应该这么快的程度 就是会熟得这么快 你熟得太快的时间 如果一有什么差池 大家的决裂就更加大 就是这个就很多时候 会在香港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就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但我今集想带出的内容 其实没有结论的 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situation都不一样 每一条村实际的情况都不一样 就算你是觉得自己充满信心 我交際应酬是很得生应酬的 但是去到不对就是不对 不妥就是不妥 或者发生了某一些事 也是大家意料之外的一些意外发生了 譬如我有听过 就是有某一些的地方 就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就需要赔偿这样的 就是譬如某一家人就 就弄烂了某另外一家人的东西 另外一家人就可能要求他赔偿 但是本身可能很熟悉的 但是发现那个赔偿又不合理的 就是被要求赔偿的人觉得不合理 那就决裂了 就是那个关系就会变得不和谐了 可能就因为有一些意外发生了 但是最后那个意外有时候 譬如你和我和对面的邻居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那个邻居之间 但是因为你住在香港人村 就是整个邻居之间 就是那样东西 就全条邻居的人都会知道 然后分分钟呢 就可能是有两派人的 一派就帮这边 一派就帮那边 那就将这个问题呢 就恶化到是变了两派人的事件 那这些就是 比较难解决的一些situation 那我没有方法去帮助大家 因为我也不知道 每一个situation是怎样的情况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 我认为呢 就是你住在一个多香港人的地方 你就要期望 刚才我们上述所说过的一些心态 和一些会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要有这样的期望 那然后就是大家 尽量都是去遷就对方 就是不要太过 就是是索取苛求任何的东西 还有如果你知道自己 是因为是有邻居的帮助 而得到了某一些的益处的话 我觉得都要有来有往 其实就等于普通交朋友一样 就是这餐就是你请我的 那餐就是我请你的 那大家有来有往 你才会做到朋友的嘛 就是就算那个人说 算了有他啦 那心里知道的嘛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都是这样 那他就明白的 你下次见到他突然间 为什么少找了我呢 会不会是我连续七餐都没有付钱呢 那就是可能就自己要反省一下这些东西 那但是每一个人 怕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所以很难去判断 哪个对哪个错的 或者可能那个人 判断你十几万没有还 他请你吃饭应该 你不知道的嘛 这些很难一概而论 但是你来到英国住的时间 你选你自己住香港人村 还是选一些比较多本地人的地方呢 我觉得你就要把我们刚才说的东西 摆下去去计算一下 去衡量一下 自己是prefer哪样东西多一点的 如果你prefer前者的优点那些 你觉得真是很吸引我 很适合我的风格的 那你就去尝试咯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咯 那个效果可以很严重的 我未必能接受到 就是我未必想这样去打交道 或者长年累月有一个 一个不好的关系要去面对 那你就可能要考虑住一些 没那么多香港人的地方了 那今集的讨论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是有不同的意见 不妨在留言留言告诉我 甚至乎你自己有遇过什么的经历 或者是关系恶化了 如何去拆解那件事 那你都可以是和我们分享的 Anyway 那今集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